全球的疫情是持續的升溫 招流星期九月中心 今天也召開了臨時的疫情記者會 是興奮的兩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分別從緬甸還有印尼 回到臺灣的臺商 其中案508在印尼的時候就有症狀 指揮中心目前是匡列 它的接觸者32人 另外509則是從緬甸回臺的臺商 入境的時候是沒有症狀的 和日前確診的案505 是同一個班機回到臺灣 座位呢 僅僅差一排 但是現在研判有可能在緬甸當地 就已經被感染 人來人往的緬甸陽光 遇上新冠病毒 人人自圍 截至目前為止確診病例數 來到五千八百多例 疫情逐漸上升 臺灣一連幾天 也有緬甸入境的確診個案 九月二十一號指揮中心 再度宣布新增一例 三十多歲 長期在緬甸工作的臺商 九月十七號入境臺灣時 沒有症狀 後來 卻出現咳嗽 受未決異常的情況 通報衛生單位安排裁檢 如今確診 翻開座位圖 臺灣日前確診的案505 搭乘同一個班機回國 座位只差一排 研判在搭機前就已經被感染 因為他跟505的這個座位有重疊 所以目前只有新匡列四人 就是他的前一排的旅客 作為居家隔離對象 另外一例新這個案 則是來自印尼案508 二十多歲男性 九月十七號在當地 有發燒秀未決一場的症狀 九月十九號返台時 也有發燒 機場裁檢 如今也確診 前後兩排共十四位旅客 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指揮中心一再強調 全球的疫情持續上升 境外移入的個案 只會越來越多 臺灣社區也並非零風險 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華為新聞 雷亞潘建任 台北報導